我们的机器人可以把脉 我们的机器人主打替人跑腿 我们的机器人主打陪伴 今天我们来到了人型机器人大赛的比赛现场 在这里全国各地的优秀比赛团队汇聚一堂 他们带来的研究成果 在工业 救援 医疗 养老等多个领域都有着广泛的应用 听说有个机器人还会把脉 走 我们一起去看看 我们希望把中医各门各派的这样的一些独特的这些脉点的手法 能够采集下来 保留下来 形成大数据库 这个的话对我们中医的传承和发展也是非常重要 我们传感器从性能指标上讲其实已经非常灵敏 比如我们最小可以感知到一毫克的压力 其实我们人的指尖可能到几十毫克的压力才能够有响应 我们也跟一些医院做了大量的合作研究 未来的话可能形成一些标准的中医产品 除了就医问诊 可以展现表情 表达情绪的机器人 也为未来智能生活创造了更多可能 当它和您交流的时候 它是需要和人类一样的微表情的 在以后的老人陪伴 儿童教育 潜台 包括医疗导疹方面都有非常多的应用场景 AI的应用需要一个很好的载体 我们以前可能用音箱 可能用手机去发挥AI的一些能力 我们希望说提供一个非常好的硬件载体 把AI放在我们的机器人里面去 就相当于AI提供了智能的灵魂 在工业应用方面 机器人可以代替人工开展巡件 检修等工作 在高精度传感器的帮助下 机器人可以及时发现肉眼无法识别的安全隐患 降低人工安全风险 现在看到的我们这款智能仿尘四足机器人 它现在主要的一个应用场景 集中在电网单位 还有一些工厂单位 在电网的使用场景中的设备它存在高温的情况 我们的机器人就会在背上加载一个热成像的摄像头 它可以去读取到人眼看不到的温度 然后把仪器的温度传到后台 这样就方便于现场的认为人员来判断设备是否有故障 及时排除安全隐患 化工厂的那个运行设备它对安全性要求比较高 所以一般的话它需要工人定时地进行一个询解 包括读表记啊 查看跑毛滴漏啊等等 用机器人替代人工 第一是降低人员危险 第二的话它不仅可以观测 它还可以做分析 通过AI算法是可以对它的一个运行状况进行分析 用人形机器人来代替消防员 可以提高救灾的效率 这个也避免人员的牺牲 这款这个压人机器人完全是这个自主的产权 解决卡合这个问题 这家驱动关节我们实现了驱动感知和控制的一体化 控制方面我们采取人工智能力方法 能够使它运动工程们更稳定 它可以促进材料啊传感器啊 包括计算机啊控制啊 人工能等等产业发展 代表着新智生产力 能够促进国家各方面产业的一个发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